新北市双溪区虎暴潭 六个人被洪水冲走了意外 搜救超过40个多小时了 消防局动员在今天早上就动员了 有309人沿着溪谷扩大 那么空勤直升机也从空中来协助搜救 今天早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次 小女孩的鞋子和雨衣 那么接近中午的时候 流星孩童的家属也前往招魂 发生事故的梳子坝 他没有警告标志 还有阻拦设施 遇到溪水暴涨造成了不幸 检方侦查之后 预令苏信领队是20万元交保 并且追查是不是有擅自妒惜的 业务过失责任 搜救行动来到第三天 今早出动309名搜救队员 一大早就下水 并开始在已经找到 罹难者的区域 扩大执行救援行动 好不容易等到雨室控制 把握黄金72小时 空警总队总算能够派出直升机 从空中俯瞰河床 同时间潜水队员背着氧气瓶 进入水中探索 后方还有两名队员 拉着绳索 因为山区依然下着雨 溪水实在变化莫测 像这样子 突然之间的一个山洪爆发 你要能够获救的机会 是相当的渺茫 山区于是变化莫测 当时一行人 就是走在梳子坝上 突然间山洪爆发 水池之大半途折返六人 统统冲走 实际走访出事地点 还能看见事发时 从上游被冲刷下来的树干 上面还挂了件 疑似落水者的衣物 场面触目惊心 而其实这座梳子坝 却意外成了网美景点 事发地点就会在步道旁 初子行设计 原是要拦阻上游石头 一旁也没有任何警告标语 也没阻绝动线的栅栏 林队带着船员超捷径 踏着过溪 却遇到瞬间暴涨溪水 带团领队不把关安全入境 如今已经酿成四条人命 单去出游 却没有事先查看天气 苏信领队难辞其咎 经检察官征讯后 以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就算有再多理由 恐怕都难以平复 家属悲痛 记得张正明游淘 SNG小组 新北猜